巴杜姆 阿力斯祖 不过有球迷也挺下来的 而且是防守 因为卢比杜教练把他放在边上 很多时候防守也要下来帮手 就全合了 比方像东方那样 球迷会的会员才会有 斐里皮尔 也都过来 傻邦 这个球员非常有经验 傻邦夹这个中路位置 暂时没有什么大挑战的 看这个球员也挺好 都是踢4-1-4-1 傻邦 阿力斯祖 始终阿力斯祖就不占外援位 东方夏天转会枪 很多球迷都有新球衣展出来 找两位队长去拍照 找傻邦拿着新球衣 然后曼古斯再走向他 说青年军 所以他的过雨都可以 稍后一点点 等东方来而已 所以东方就很成功 用高球队就破了他的密集防守 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我和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包括杰志队冠中南区 另外就是军热北角度 基本上是没有角度的 这下是玩力的 正面抽击对着阿辉 巴科尔 吃得赢的位置 他这样有排队踢 祖祖 刀上来 古杜拉扔了他一下 继续 巴科尔 来到右边找食 照报过了奸家亨 再推过来 打算给祖祖的 是给了队友的 再给你了阿廷 打爽点 古杜拉 你也不是选择向龙门的 不知道是不是扣 推到上去了 祖祖 文宇又无人知境 完全没有人迈去 巴科尔 在右边找食 放刀迈去 现在有条件慢慢来 祖祖 马高斯也来到右边找食 看到东方的中场 草帮 推到上来 祖祖 阿冠乙 他觉得东方是有能力 制造到一些惊喜给球运的 那天访问他也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试试挑战一下呢 巴科尔 对了 照放迈去 他也过不了 拍到哥斯达 写回后 继续在东方的控球拳 这个 真的挺有威胁 巴科尔和巴道姆 又可以调位 挺多变化的 第二 现在暂时最长呢 就是 投赢你的好朋友和哥 和教祖 青年球员 青年球员两个 余在燕和马熙 又一个追加金球 入了 真是 赢哥 继续按住 想不到那个位置他照射 多数杀到进去才射 软射也有了 吴宇棋 前港队主席就是安达辰 但是赢哥 没有到赢哥 我打不赢了 应该10号就会去 欧洲踢吧 智敦事丹 然后15号就在主场 就是对柬埔寨 没错 但是香港大局场 那上半场结束了 现在东方成功 青锋送爽 以三次期就踢 游翼 或者踢进攻中场 如果前面外援比較多,他就有時要客串右閘 現在就越踢越後,踢到防中位置 幫忙控制著節奏 回來了,阿力斯祖 過來,Anson,跟他打個撞場 哎呀,他不解圍住,阿力斯祖撩得出來 現在是說,1個環你就會打柯亨 Jesse越在現身 阿力斯祖正在到達 到來底下,到達到是這樣 馬躱線 哇,檸檬頭 是